RGB10 性能 哈囉大家好,我是夢利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RGB10 性能當機 那其實如果你有入手過RGB2020的話,這台基本上就可以跳過了 因為他們兩者的性能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第一批收到的就是這個黃色 那一直沒跟大家分享他的開箱影片是因為 收到的時候就發現他要改款了 想說再等他一下,看他改款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結果後來我入手他的改款 然後以後呢我發現就是很失望 就是他只有改顏色而已,從黃色變成黑色 那硬體上的話基本上是沒有變動的 但是為了這個就多等了一個月 那沒關係,至少他還吸來非常厲害的性能掌機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他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那給大家看的配件 那就是一條Type-C的充電線 然後還有備用按鈕 然後這個是無線網卡 如果需要連接Wi-Fi的話就接上這個無線網卡 還有一張說明書 那機器的話給大家看一下 他設計其實是簡約非常好看 就是迪配的十字按鍵,類比搖蓋 然後四顆按鈕,還有這個選擇開始鍵 那上面有這個輔助的調整按鈕 加鍵 然後上面呢還有輔助按鈕 L1,L2,R1,R2 好,那上面呢支援的是Type-C的充電孔 還有一個記憶卡的卡槽 然後這邊呢是外接耳機 耳機孔 那下面的話有一個USB 如果要接無線網卡 就是把這個無線網卡插在這個USB的位置 好,那一代二代呢基本上呢 他的外觀呢是完全沒有差別的 好,完全都是一模一樣的 後面一樣是全素的 就只有顏色上的差異 其他的話基本上是完全沒差的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系統吧 GO 好,那兩台目前都打開了 那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黃色呢我用的版本呢 系統呢是大陸大神 人眾日月他所提供的一個系統檔 他是完全免費提供給大家的 那容量是32G 可以到他的個人網站去超勝 順便下載下來 但是記得要自己準備一張32G的卡 那燒爐的話再放進去就可以使用囉 OK,在黑色的部分呢 用的是台灣店家旅遊街機的版本 那他這個版本就不是免費的 但是差別在於他用的是128G的記憶卡 他會附記憶卡給你 那裡面呢會整合得比較多的模擬器 還有版本也會比較新 但效能來講我覺得多少也有一些差異 那這個就大家自己覺得 看是要使用免費的版本呢 還是使用付費的版本 兩者呢會有點不太一樣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人眾日月大神 他所整合的模擬器有哪一些 那裡面呢他總共放了25款主流的模擬器 分別是紅白機 PCE、PCE、CD 那還有SEGA、SEGA CD 還有超刃 還有這個SNK的 還有PS、N64、街機 街機Hack版 然後FBA 還有CPS123 還有Poly 還有Gambo NDS 主要有這些主流的模擬器 好,那台灣店家的版本呢 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 他有相同模擬器的情況下呢 他額外又增加了另外10款模擬器 所以說相對來講 他的資源性會比較強一點 好,那接下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是 額外增加哪10款模擬器 好,台灣店家版本呢 額外增加的模擬器 有第一個 PSP的模擬器 第二個是SEGA SATURN 第三個是DOS模擬器 第四個是DC模擬器 第五個呢 一樣是DC的 Firecaster 第六個是Java模擬器 第七個呢 是有整合Cody 第八個呢 是Nanomi的模擬器 第九個是ONS模擬器 第十個呢 是PC Game的模擬器 所以說他 額外增加這10個模擬器 也就是說他的資源性來說呢 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這部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接下來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 那如果以CP值來講的話 當然是這個人中之樂版本最好 因為是不用花錢的 自己下載自己燒錄就可以了 但是這台機器呢 他是支援新增遊戲的 如果用的是人中之樂版本的話 你需要透過這個 無線網卡 連接USB 走區域網路方式去新增遊戲 這可以自己加遊戲進去 那如果你用的是 台灣店家的版本呢 因為你有花錢 所以他們比較貼心 有幫你整合 你只要把機器上面的這個 記憶卡呢 直接拔下來 插到電腦上 只要是Win10的系統下 是可以直接把遊戲拉進去的 就是完全不需要再透過區網 所以說以便利性來講 他會比較強一點 那因為這個人中之樂版本 他是封閉式的 所以只能走區網 卡插到 電腦上是讀不到資料的 這部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接下來我們就從 遊戲的部分來做測試吧 GO 好,接下來我們測試遊戲呢 我會用台灣店家的版本 因為他的模擬器的種類啊 還有他的資源啊 還有他的版本來講 相對調整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會以他的介紹為主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他新增的這個DOS模擬器 裡面有這個 仙劍啊 還有金庸 還有軒炎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最經典的 老仙劍 這是時代的眼淚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前的這個 經典的這個 遊戲畫面 還有他熟悉的音樂 這個是 非常經典的李大娘的前導 好,那這邊我會用比較快的速度 跳過 主要是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遊戲的一個顯示 還有他的操作 都是非常簡單的 以前小時候我們都是用電腦 電腦玩 那現在你可以在 掌機上面去玩這個遊戲 控制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有沒有 十字鍵就可以控制 然後透過這個 做一個簡單的操作 那他這個上面呢 有一個快捷選單 你可以在這邊呢 做解讀啊 或存檔啊 等等的功能 都可以 解讀的話會直接存在機器裡面 那一樣可以繼續遊戲呢 或者是退出遊戲 都是沒有問題的 OK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再來我們試一下他的這個第二個DC模擬器 這個Flycast 好,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操作 其實是 還蠻輕鬆的 好,那這個 就變成你可以自己加一些 DC的遊戲進去玩 不管是賽車啊 或者是格鬥類的部分 他都是可以正常操作的 那流暢度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從畫面上去感受 那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 價位來講 他能跑得動DC 其實算是蠻不錯的 好,那聲音我是調比較小聲一點 可以感受出來現在聲音會稍微小一點 好,那我們再來測一下其他模擬器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Java 他連Java的這個遊戲都有加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個呢就是有點像 偏向網頁遊戲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本來就很慢喔 不是說他很延遲 他感覺玩起來就有點緩慢 那這個Java的設計就像手機的排版 所以說他的畫面的話會比較自中 比較長條式的 那現在已經可以控制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個我覺得比較不耐玩一點 我們再來換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Nanomi的遊戲 那Nanomi其實比較佔資源 我們來看一下他效果怎麼樣 怎麼樣 那我覺得他現在聽起來聲音有點延遲 我們來看一下他進去遊戲效果怎麼樣 對呀 操作起來的話稍微覺得有點卡齁,但是我覺得還在還在可以玩的一個狀態啦齁,這部分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Nanomi可能栽在機率上面的話效能可能還沒有辦法發揮到最好 OK,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PC GAME 就是電腦的遊戲 他裡面有這個 非常歷史久遠的暗黑破壞生意 這應該 蠻多人應該也有玩過的 我看一下這經典的畫面 不過這是 第一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會不會有人沒接觸過 可能直接玩那個網路版的 看一下他的介面 應該超級懷念的吧 這裡有他的一個屬性 控制的話基本上操作起來也是非常OK的啦 電腦類的遊戲基本上執行起來都是很OK的 OK,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NDS 好,那這一次的RGB呢 他旁邊有多兩個這個加減的符號 就是針對NDS模擬器的話 你可以把它的畫面放大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 先蓋式的 好,那你就可以透過上面的按鍵呢 好,就做一個切換 你可以把畫面把它切到前螢幕 這樣玩起來的話 感覺上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你當然也可以做各種模式的切換 好,這邊都可以調整 OK,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再來是ONS模擬器 好,那這個呢比較偏向是少女類的 美少女類的這種遊戲 好,給大家看一下 好,他其實就是 他會有一些故事情節 然後搭配他這樣子的一個圖片跟文字 有一點像在看漫畫一樣 好,我這邊還很快一點 其他就是 好,會有一些 這種故事的一些發展 這個因為我 比較沒有技術這種遊戲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玩 不過他大概就是有點像在 看漫畫的感覺 好,那我按快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以前我玩過的話 應該大概知道這種遊戲類似 好,這個人物的臉還會變動 所以說你也可以 喜歡玩的話也可以裝這個 ONS模擬器的遊戲進去 可以去 體驗一下 童年的一個感覺 OK,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模擬器 好,接下來我們試一家FBA的這個 CPS3 好,那裡面呢 蠻多遊戲的 我們來測一下這個 三國戰記 好,那其實在機器呢 不管你要跑 FBA啊 CPS123啊 或者越廣堡類的遊戲啊 基本上他都是 非常順暢的 好,那 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去測試 因為基本上是可以跟你保證他是 跑起來是OK的 好,因為他以他性能來講是 非常完善 好,那 他跟RK2的20一樣是 不支援第2個遊戲的 只能單能玩 好,這部分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好,那我覺得好處呢 就是他也可以新增遊戲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 像這種三國戰記啊 或者是 小時候有沒有 很少破關的遊戲呢 重新再回來 拿回來回味一下 好,而且做成掌機呢 你就可以隨身攜帶 這樣小小一台看起來呢 其實 感覺上好像不怎麼起臉 但其實他裡面塞了一萬多遊戲 其實豐富性來講是OK啦 而且玩一整年基本上也玩不完 好,那我現在用的是 十字的按鍵去做控制 當然用類比也是可以的 好,你可以用類比去玩 好,那控制起來呢 是非常簡單的 好,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先移到這個位置呢 上面有個快捷選單 你可以透過他呢 來做一個存檔 先按一個儲存 好,儲存以後再移到右下角 好,往右邊移動 好,這時候已經有 這個NPC了 可以再按一下選單 好,再改成奪取 就回到剛剛這個畫面了 有沒有 所以說你可以自由的做存檔 好,然後可以 增加一些遊戲的體驗 好,這部分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再來是這個操任的部分 那其實遊戲可以新增的話 其實豐富性是很OK的 那如果說遊戲太多的情況下呢 你可以透過這個 R1還有R1的按鍵呢 去做快速的跳躍 好,那停下來呢 停留下來呢 遊戲的部分呢 也會有這個 預覽畫面 所以說遊戲遊戲 如果你或許沒玩過 那它這邊會提示你 提示你它是什麼樣的一個遊戲內容 好,按這個 跳躍鍵 然後可以自由去選擇 好,遊戲 我們也按一下它就會跳躍 這部分也是算 蠻好操作的 好,那我們就 隨便點進去一個遊戲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讀取速度 那目前的模擬器是超韌的 其實這種 這種 模擬器的遊戲呢 其實它的執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哪怕是大型的模擬器呢 它跑起來也不會說太久 好,那這樣就進來了 我們這樣就進來遊戲了 可以看到它的操作 就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OK 好,到這邊一定有些玩家不知道說這台機器到底能跑什麼 那我就快速說一下它支援的一些模擬器 比如說這個Gambo 小時候我們最愛玩的Gambo 那Gambo的部分還有GBA 還有彩色的 Gambo 這些遊戲基本上都可以玩 以前的口袋怪獸啊 皮卡丘的這種 紅版啊 藍版 黃版 這邊都可以玩 還有這個Gambo模擬器 那MMV 這個應該算是非常經典的街機類的模擬器 以前玩的俄羅斯方塊啊 射擊遊戲啊 還有一些RPG過關的 這個模擬器都能跑 然後這個Sega的遊戲 這邊也是 非常多 然後還可以跑這個 N64 N64也可以跑 還有Nanomi 還有NDS 剛才都有做測試 還有這個SNK 有些越南大戰啊 格鬥天王啊 兒郎傳說啊 都是這個模擬器 還有這個任天堂 任天堂就多了 紅白機那些遊戲 非常多 好 再來是ONS 剛才也測試過了 還有PC遊戲 還有這個PCE PCE的 還有 PSP PSP 然後是PS PS遊戲也可以跑 還有 SEGA Saturn Sega 3 2 還有 超人 然後回到這邊 DOS啊 DC啊 這些 其實你看到這樣的話 你應該大概知道說 它可以支援的模擬器有哪一些的 以上提到的東西 都是你可以新增遊戲進去 那你自己加啊 就可以 湊到你自己想要玩的遊戲 像這邊就可以湊到你玩多個遊戲 當然要玩就真的可以玩非常久 好那這一次呢 我就沒有測試 比如說PSP啊 DC N64這一些 因為我在RK2020的影片上已經測試過這些模擬器了 兩者的效能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附上 這個影片的網址 那這一段呢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去參考一下 就可以知道它其實 在跑這些大型模擬器呢 也是非常順暢的 整體來講我覺得 它的CP值呢 相對來說是 算是非常高的 以這樣的資源性來講是非常值得推薦的啦 這部分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價格 那如果以這個RGB10的空機價來講 它差不多是 台幣2000出頭 那如果是 台灣店家整合的這版本的話是3000出頭 也就是說會有價差1000塊 因為它會附你128G的卡跟它整合過的系統 那 如果說各位要CP值比較高的話 就可以直接下載這個大陸這個人中置業的版本 其實以它的模擬器資源性來講也是非常OK的 也是基本上 入手就可以 可以玩了 除非你真的希望有更多的模擬器 或更多的資源的話 再去參考一下這種版本 那這部分 還是留給大家自己去判斷 覺得值不值得 OK 好那影片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如果有什麼問題歡迎留言給Lio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次見 掰掰